我们将会在莫斯科在前方的演播室 为大家带来巨星驾到 在这档节目中 我们将会有国际足坛的巨星 国内足坛的大咖 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 许许多多的球星球员 将会在我们的会客室 和我们意图他对世界杯的期待 而且对于他们过往 对于足坛上有什么样的了解 在这里一和大家分享 第一期的巨星驾到 当然是我们大家非常期待 或者说非常熟悉的 那么他是谁 来 有刘畅给我们带来介绍 谢谢苏东老师 各位球迷朋友们 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刘畅 那么首先呢 我要为大家隆重地介绍一下 今天将做客到我们巨星驾到的 这位嘉宾 他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因为他在中国足坛呢 有一个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名号 就是大帝 那有人说啊 中国的足球分为两个时代 一个是有大帝的时代 一个呢 是没有大帝的时代 他是防守行前锋的开创者 他曾经呢 效力于这个火车头队 随后呢 加盟了北京国安 在后面呢 也是紧随着自己的恩师 朱广乎 加盟了深圳建立宝队 他的拿手好戏 就是作为中锋的支点作用 他加上那个时代的本责嘛 首先他凭借着 我的护球向亨利尔 自己成名 迅速窜红 而且在江湖中还留下了自己 蹦步回旋的独门绝技 真的非常的了得了 他的名言大家就更熟悉了 从里面的天亮了 到这些人一笑而过 无一不被大家效仿 这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位足坛大佬 他的娱乐精神 在前面就刚刚结束的超级企鹅足球名人赛 他打进全场唯一一地进球 带领中国明星队 1比0战胜了国际传奇队 作为一个被曲解被娱乐 却仍然能在混乱的大环境中 笑傲江湖的大帝 他值得我们所有人敬仰和膜拜 那么大家肯定都知道 今天我们第一位嘉宾呢 是大帝李懿之导 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片子 来看看球迷朋友们 对他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你对李懿有什么印象吗 大帝啊 李懿大帝嘛 他不有句名言吗 我的护球像亨利 你不知道词弹有哪些停球绝学吗 蹦步回旋 比马赛回旋还多360度的蹦步回旋 单车啊 然后什么王神超停球什么的 王神超停球什么的 剪刀脚 中摆过人 蹦步回旋 你不知道李懿为什么叫做大帝吗 我的护球像亨利 亨利是大帝 那李懿怎么着也是东方大帝 人长得帅 球踢得好 进的球多 球不长 他的气质比较有一些 帝王将相之气 你不知道李懿有什么学习用吗 末代甲义冠军 然后也是拿了首个中超冠军 代表国家队进了很多球嘛 跟着就是深圳建立宝 拿过中超首个冠军吧 师从朱广乎 他是首届中超夺冠军队的成员 他还是末代甲义的金学奖的获奖者 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射手吧 他经过很多球 拿过金学奖什么的 代表国家参加过很多重要的比赛吧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著名足球运动员 前国脚李懿大力登场 有请 大家好 冬哥好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了 来唱歌 欢迎欢迎 欢迎李懿老师 都是老搭档了 大家对于李懿非常熟悉 前段时间刚刚踢了一场球 然后我还跟朋友们说 这够你能推几年 运气还不错 推一七年了 都没怎么进过球 好朋友进了一个球 就赶上了这场比赛 电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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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确实 非常精彩 对 我们都替李懿吹了 不过我们现在在 俄罗斯的世界杯 在他们的眼里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来 我们入座 好 谢谢 坐在这儿和坐在 国内的演播室有什么不一样啊 其实很简单 因为坐在演播室里就咱俩 对着整个大屏幕 其实你可以唱首预言 但是坐在这里面 你面对的是观众 而且这种场景啊 这种气氛 直接就感觉和那种气氛 是完全不一样的 看见我们的帅哥美女 大帝马上就会说话了 你们有没有跟着去过 那叫李懿巴的 有去过的吗 帖巴很著名 都去过是吧 都去过 看年龄应该都是从那一带过来的 村草不生 暴露年龄了啊 对对对 我们琼琼应该说 我们是看着大地踢球长大的 那就是暴露年龄了 你怎么看 VAR 在这一届世界杯的时候 我们常说是 科技改变人类 现在也是一个科技的社会 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VAR的这个使用啊 是对足球是有帮助的 他能够让很多这种悬案 用这种科学的依据 来告诉大家 哎 这个确实是进了 这个确实是没进 也就是说 蓝帕的那个悬案 对不会再会发生了 要VAR干嘛呢 其实就是要 就是阻止这种 66年的时候 就能告诉你 那个球到底进 还是没进 对吧 我给你挖几个坑啊 你认为哪三支球队 有可能进决赛 呃 巴西算一个吧 巴西 嗯 西班牙 西班牙 对 其实还有一个 我觉得就很难猜了 我心向于德国和阿根廷之间 你给我四个队吧 我这个 所以我为什么给你三个队 对吧 德国和阿根廷 怎么说呢 德国整体实力要在阿根廷之上 阿根廷呢 他是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以后 能够打到这个决赛来 我相信他们也是做好了这种准备 而且梅西对于他来说 可能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 我感觉可能 那就阿根廷吧 阿根廷 就是巴西阿根廷和 西班牙 西班牙 我们下一个问题很有意思 就是每一届的世界杯啊 它都是一些年轻人的 绽放的舞台 这对于未来 很多年组织的发展 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们看我们的小编 准备了一些照片 你觉得这几个孩子里边 谁会让你更有期待 其实真正期待的 还是摆在中间的这一位 五八配 五八配 对 因为他具备了 就是说成为巨星的这种 各方面的条件 我们再看下一张照片 谈谈你的感觉 看到这几张照片 如果能组成一个球队也不差 你觉得谁最可惜 其实我觉得最可惜的是萨内 今年曼城能够打这么好 其实萨内在球队当中作用 应该是不可替代 其实他的助攻也是上双的 助攻加进球 对 上一次三次 他和这个德布劳内 其实在这个两种类型 他编络的这种突破 其实他的左脚向内向外 我觉得现在在这个英超 包括当今世界上 都是能够有他自己的风格的 能够竖一面旗帜的 但是呢 可能是因为德国国家队的人才太多了 太多了 对 所以感到惋惜 你说这种队员 如果要给我们放到我们国家队 那疯疯中就出现了 大家开始多问了 有一个澳大利亚的爱沙尼 只有十九岁 你十九岁干嘛的 我想想啊 十九岁应该在国庆 对 进国庆了 对 但是我十八岁就开始踢联赛 但是踢的是甲币联赛 就是现在的中甲 刚进去的时候 你见到那帮老大哥什么感觉 在国庆吗 国庆当时 国庆我是老大哥 当时国庆我 我竟然无言以对 那可不通哥得这个 有资料可查的 我们98年在曼谷 在清曼踢的那个 优十九 优十九以下的比赛 我们当时是韩国 沙特 第一场我们是跟韩国二比三输了 我进了一个 第二场二比二平了日本 我也进了 那场比赛 我踢了三场比赛 进了三个 那场比赛对日本你进了 韩国当时是谁啊 当时是李东国嘛 1979年我们一批的嘛 日本当时谁 盗本润一嘛 我们都是一批的 你把那个进球放在 后来对日本多好啊 没办法 后来关键是准备活动 没做开了 刚才问这问题 十九岁你进国庆 你就是老大 你十九岁就开始当球霸 也不算球霸吧 因为球霸 你首先第一个 你得要有一定的底蕴 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十九岁那时候还没挣钱呢 你从小到偶像谁啊 八九年那时候 应该说一甲 进入到我们那时候的转播了 其实那时候就比较关注 佛罗伦萨的巴蒂斯图台 对 因为他的踢前锋呢 其实我喜欢的 他常那种霸气 进完球以后 冲到脚气杆的 握着脚气 包括这种仰天长吼 这种感觉上 就是说真正是 一夫挡官万夫莫开 那才是真正的 我觉得你的那种 踢球的风格 更接近于巴蒂斯图塔 有没有想过 某一天再一次的走上 教练岗位 其实这个永远是我 一直的这个梦想 包括其实花了这么长时间 五年的时间 及时去拿到这个 职业级的教练证 真的是很辛苦的 包括上一次 去到这个 上海T那场比赛 就是人啊 其实就是 他有条件反射 像我一踏入这个球场 看到绿色的东西 绿色的草皮啊 兴奋 特别特别兴奋 就一见绿色的 除了帽子一败 就是让你有一种 这种 你知道吗 心切澎湃 就是说你能够感觉到 你的血液是在沸腾的 你能够感觉到 你的这个 寒毛是立起来的 这种感觉可能 大家可能 就是在干别的时候 情况可能会有 但是作为我来说 一到球场 一看到 尤其是天然那种草皮 你就意识不住 我就想起了那个 梅长叔说的那句话 他要回到北京 那是他的战场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战场 我相信 我有一天 我一定会回去的 这次T内名赛啊 你知道吗 陆寒不也去了吗 他来到我们休息室 然后跟我们 就是说 他当时特别特别的紧张 他没踢过这种场地 后来到了现场 做准备活动 我一直在带着他跟他踢 包括他下面也在问我们 他说对方这个 看这么搞的 会不会真惨 我说有可能 但是我就问他 我说你紧不紧 他说紧张 他说紧张 不是因为这种场 他说他没见过这种大场 对 他踢的其实都是我 其实每天中场下来的时候 我再问他 我说感觉到 他说不一样 他说以前没踢过 他说你到了地方你感觉场地特别特别大 而且观众是不一样的 在之前其实我跟他拍跑男的时候 我们也是在那个一个大球场里 但是那个是没有观众的 对 那个他就可以很多 但是你一旦有了观众以后 一向全场两三万人还好 如果有五万六万七万人 一起在哄你 一起在呼你 我和一起在骂你的时候 其实你要有很强大的心理素质 你知道吗 要不然的话 你真的 你会一拿球 你腿就会抖的 真会有那种感觉 你觉得中部队神上能见 依照你的感觉 其实就是说 我们国家在近几年 其实开始重视这个青少年的发展了 包括开始培养球员 培养教练 花大量的金钱 人力财力 但是你要知道 足球它是有一个周期的 它不是说我今年我重 我今年我就能见我明年就能见 它短则可能需要五年 长则可能需要八年十年 我们常说十年磨一剑 这一剑要怎么去磨 对吧 德国是两千年开始 对吧 你像穆勒他们这一批 就是两千年 他们在欧锦赛的时候 被淘汰以后 开始卧心长胆 然后真正十年磨一剑 甚至是二十年十几年 然后穆勒他们这一批 对吧 现在已经出来了 已经拿到了这个世界杯的冠军 包括比利时 他们也是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 真正就是说 如果照这个 现在的这种趋势发下来 发展下去 其实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 二零二六年 下面我们进入到 Go Me三分钟环节 本栏目由 国美分卖Note 声闻识别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对于是 你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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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很好, 而在我们的旁边是很美麗的。 真的,不错了, 不错了。 当我们在晚晚, 吃早餐,吃晚餐, 吃晚餐, 吃早餐, 但不错了。 是真的 看來是一個人 我有很多人的怒鑶 的內心 有什麼可以說 但是我也有很多人的感覺 最初的 我希望大家在想 我會拒絕對 我會很喜歡 出來 我會很努力 我會感到 自明年、詞書館 最最高的活動 你不知道 我應該會在此之間 我會想背景 你並不想背景 我會挑針 我會想背景 我並不想背景 你會想背景 我會想背景 但這是日本 但真的 我會想背景 還是貴相當 你幸福 我觉得这个小篇确实做得不错 大赛之前 比如说要问 你要是拿冠军怎么庆祝啊等等 我老觉得这有点毒奶 但是梅西特老实 他就回答了 我觉得这是 是不是那小篇是阿根廷的球迷吗 巴西的球迷 如果C罗和梅西两个人 只能有一个人拿冠军 而且只是这两个人之一 你选谁啊 C罗其实是一个 作为男人来说 就是说我觉得 他是属于男人中的完美主义者 也是很多女孩当中 心目当中的这种男神 但是梅西呢 他单单只属于足球场上 属于绿荫场上 他是王子 C罗可能是在整个社会当中 可能是属于王子 所以两人我觉得是不一样 但是呢 两个人又当时 同处在一个时代当中 相互的有这种攀比 这种晋升 我觉得我们能够 在这个时代当中 能看到有这样两位巨星 我觉得也真的不忘此生 说话班农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那有可能他俩都拿不到 你看情商高就是情商高啊 这个片子呢 看完以后不能白看 问你几个小问题 如果呢 这个答不出来 会有一个惩罚 但什么惩罚 后来我们导不说 这有没有什么限制 我们导不说没限制 我说那就让你露一下大腿 现在大家是不是很希望 李大帝能够回答错这个问题啊 好了 现在其实也要考一考 李大帝 他对梅西的了解程度 是怎么样了 请问梅西的第一例 世界杯正赛进球 当时阿根廷队的对手 是哪支球队呢 A 墨西哥 B 科特迪瓦 C 希腊 D 赛黑 是世界杯还是国家队 世界杯正赛第一例进球 如果是世界杯的话 那肯定就是赛黑6比0那场比赛 没错 对吧 哇 李老师已经给出答案了 D 塞尔维亚和黑山 没错 2006年世界杯小赛赛 对吧 6比0那场嘛 对 你那大腿就那么见不得人吗 腿是螺旋的 不好意思 今天我们说一下 最新驾到这个方案 其实上一版你们已经 你笑什么呢 我看方案呢 下次注意 我刚才明明看你在 看领导照片呢 怕你就看不着 这是我刚买的 国美分卖到的手机 还有一个锁定查看功能 等玩一下这个 米K键的时候 你看看 你滑一下 这也太酷了吧 国美分卖到的 你键非我键 本栏目由 国美分卖note 声闻识别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分卖note 先生夺人 横扫千机 欢迎各位回到 巨星驾到 好的 接下来呢 就进入到我们的 现场的游戏环节 我们本栏目呢 是由国美分卖note 声闻识别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分卖note 先生夺人 横扫千机 越纯净越有力量 本栏目由 极尽动力 超凡表现的 翘牌起立润滑油 各约赞助 非常感谢了 那么接下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 首先呢 我们要请上 两位我们现场的 观众朋友 来和我们大地 一起来进行一个小比赛 这个比赛呢 其实在很多的游戏里面都有 虽然是和足球有关 但我觉得它会难度比较高 叫做眩晕点球 也就是我们的两位观众朋友 以及我们离一大地 都会在现场进行这样一个挑战 原地转11圈之后 11圈 没错 在我们这个点球位 我以为你说先喝两瓶啤酒呢 其实我的极限是三圈 你知道吗 因为你看这个 蹦步回旋只转了两圈 对 蹦步回旋转了两圈 第三圈没转下去 所以只能转两圈 那这样我们加大一点难度 蹦步回旋是两圈 我们double一下蹦步回旋 四圈好不好 朋友们 谁愿意上来 和我们大地一起进行这个游戏了 我们这个手举的最高的朋友 就是你了 来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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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哪位朋友 来来来 我们这位男生欢迎你 你们不是练那个 不是练芭蕾了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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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现在就开始咱们这个游戏 那么首先呢 我们现场两位观众朋友 先来进行这个眩晕点球 那么李老师和苏老师 先站在那边 作为一个裁判 甚至是作为一个干扰 干扰一下他们 脚感非常好呀 哇 先来瘦一瘦这个球技哈 好的 我们这个眩晕点球呢 有一个指定的动作 就是类似于我们这个经常玩的时候 打这个转过来 让一手摸着耳朵 然后在这个情况 对对对 这个四圈转完以后 你都分不清方向 还射门呢真的 可以 好哪位先来 我先来 好 你先来 我们这个点放在这儿 来 我们转圈的位置呢 增加一点难度 希望他和这个球保持一点距离 来 大家给他加油 好不好 好 开始 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 晕了没有 没晕 自我增加难度好不好 晕了 晕了 这位同学 你真的是专业的吗 专业的 我踢过球 你后来的这个脚法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觉得四圈是一个坎 到五圈来说 感觉真的就晕了 四圈是一个坎 是吗 给自己增加难度 好的 谢谢你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这位同学 他刚才说四圈是个坎 你准备转几圈 可以转三圈吗 不可以 那就四圈吧 好的 也是同样的 在这个位置 非常标准啊 准备 开始 一圈 两圈 三圈 好 坎快要到了 四圈 走 发现了吗 四圈果然是一个门槛 恭喜你 以前是不是也是练过的 没有没有 纯业余 纯业余 爱好是吧 低调 我仔细看就低调了 接下来有请我们李老师 咱们大家也给我们 李毅老师估计好不好 来 数着啊 好 数着好 来 数二组 现在感谢大家 好 一圈 两圈 一圈 三圈 一圈 两圈 四五圈 两圈 走 走 非常感谢我们李毅老师 和我们两位球迷朋友 好的 首先我们这个 节目组准备的纪念品 谢谢你们 谢谢 这是我们球迷朋友的这个小礼物啊 接下来呢 我们有一个一起合影 使用我们这个国美分卖诺的手机 留下我们游戏的精彩一课 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这两位球迷朋友 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巨星驾道的节目 我们其实也知道啊 在世界杯期间呢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和特别的事情 就是我们李毅指导呢 将会在世界杯期间 在俄罗斯前方迎来自己的生日 所以我们节目组呢 也给李毅指导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我们来看一下 哇 去年的时候李老师的生日就是跟我们一起在演播室度过的 然后今年也同样是 那么其实每一年的生日都在这种工作中度过的感觉怎么样 因为我这生日啊 刚好是赶在世界杯 包括16年是欧洲杯 嗯 但我觉得其实作为我们这个足球人啊 很难和家人是在一起团聚的 所以说就对于我来说过生日 我从来从来不记得自己过生日那今年好像是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了 还有一个最后的环节呢 就是让李毅在我们的摄像机的镜头上签名 好 有请我们李毅指导在我们摄像机上留下自己的签名 还有热爱啊 谢谢 好 我们在这里呢 非常感谢我们在现场的观众 当然也感谢我们的巨星驾到的嘉宾 离这么多年来一直和我们的腾讯体育腾讯视频 一路走来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精彩的节目 同志我们也感谢收看这一期巨星驾到所有的观众和网友 我们下期巨星驾到再见 再见 再见